你穿越成了一个超级富二代 可你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你发现 班级里吊车尾的叉声这段时间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 并且还和身为校花的学习委员偶有互动 要知道在大家的眼里 校花和你才是天生一对 虽然这一点校花并不承认 但看到班级叉声和校花走的近 你的那些狗腿子小弟就开始现殷勤 这不 昨天他们把吊车尾叉声叫到了角落里 要对其进行一番深刻教育 他们三个人打一个 怎么看都是碾压的 可结果却是你的三个小弟被爆打 前世博览网文的你立马就察觉到 自己应该是穿越到了一个都市爽门世界中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帽子的男生从你身后走了 帽子下一息可见他脸上有些轻重 显然是挨打了 这人正是你身边的三大小弟之一 叫范健 另外两个一个叫范通 一个叫秦寿生 听听都听听 这都是些什么名字 范健 范通 秦寿生 这三人活脱脱就是反派一系 显然这是乐趣味的作者刻意设计的 范健此时神情尴尬 生怕接触到你打量的目光 的确这太丢人了 三个人打一个 而且还没打过 范健被你盯了一会儿 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主动承认错误 老大 你要打要骂随你便是 我们给你丢脸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另外两个呢 你没有责备他 只是问了问 因为你知道责备也没用 人家有主角光环护身了 哪有那么容易被他们三个臭鱼烂瞎打一对 范健健你没有责怪 松了口气 屁颠屁颠地走近一些 嘻嘻哈哈道 老大 我跑得快一点 少挨了不少揍 他们就弱了一点 跑得慢被作惨了 半边脸都快肿变形了 估计好些天才消退了 你要是再继续笑一下 我就一巴掌扇你脸了 范健赶紧承认错误病说道 老大你放心 这场子我一定找回来 我还就不信了 那小子有三头六饼 今天我叫十个兄弟去 省省吧没用的 你摇了摇头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主角有防范了 加上主角光环的作用 继续叫人过去 也只是给主角送沙包而已 退一步说 即便主角打不过 也肯定是轻松逃脱 这根本就是无用功 没用的老大 我叫二十个 屁话怎么那么多 说了没用的 怎么可能 那我叫三十个好了 你干脆把你老妈叫过来算了 你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叫我妈 老大这不行啊 我妈内入身子骨 哪能打呀 老大 那小子抛大嫂 他算哪根葱啊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 范健道 我问你我帅还是那小子帅 你对小弟访问 当然是老大你帅 那小子算什么 顶多是五官端正 范健毫无犹豫的回答 这其中完全没有拍马屁的意思 因为这是事实 那是我家是好 还是那小子家是好 你继续问老大 你家几百亿资产吧 那小子家境普通 这完全没可比心 那是我成绩好 还是那小子成绩好吗 老大你成绩全校前十 妥妥的学霸 那小子倒数就一学渣 那就完了吗 我这么好的条件 难道还会输给吊车伟穷小子 要你们多管什么闲事 老大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是我们多此一举 没有你的吩咐 我们不会多事了 那小子根本不配合一笔 范健总算是迷雾了 突如其来的动静 让你愣了一下 难道是穿越者标配的系统出来 果然 下一秒你的脑海中 就响起一道提示音 并恭喜宿主激活 超级大反派系统 紧接着你脑海中 就多了一个面板 打开面板一看 宿主王浩然战力值89 魅力值198 以上两项数据 正常成年男子平均值为100 反派点100 技能无正面板 显然就是你的各项数据属性 经过询问 你确定自己穿越到了都市爽文的世界中 而你的身份正是一枚妥妥的反派 还富二代 是被主角打脸的工具人 大概活了不到100张 就被主角弄得家破人亡 不仅家产被主角占了 就连喜欢的校花也是主角的 好在现在你觉醒了系统 系统告诉你 只要你打压主角 掠夺主角机缘 改变剧情等多种方式 就可以增加反派点 而反派点可以在系统商城抽奖 和兑换物理 帮助你对抗主角 当系统解答完问题后 你也弄清楚个大概了 同时心中也思索起对付主角的方案 打电话把那两个家伙叫来学校 你对范健吩咐了一声 范健满脸惊讶 什么呀 快给我赵总 不要问什么 你打断了准备瘟疫通废话的小弟子 范健拿出手机立马赵总 挂断通话后 范健会报说 范通和秦寿生两人已经出发来学校 你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他穿过校园的道路 准备往教室走去 这不是大嫂吗 早上好啊 范健朝着旁边不远叫了一声 你顺着他面朝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身形高调 闭头长发乌黑发亮的女生 精致的五官几乎以黄金比例分布着 即便是穿着普通的校服 也依旧无法阻挡那青春靓丽的气息 这样的女生 即便是放在人堆里 都能一眼瞧见 她叫许慕妍 是你班上的学习委员 也是整个学员公认的校话 当然也是女主 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女主之一 因为按照都市小说的风格 怎么可能只给主角配一个笑话 女主许慕妍学习好 长得也漂亮 可你简直就像是天生的一对 在整个学校里 就没有哪个男生有你这么优秀 这要是放在现实中 许慕妍怎么会不喜欢 但构建这本小说的作者 在剧情中强行设定 许慕妍妍对你没感觉 甚至是还有些厌恶 不过你对许慕妍却是钟情无比 伯托一个舔狗 最后许慕妍甚至利用你的爱 而对你只是有些轻微的厌恶和抵触 果然 许慕妍听到范建称呼自己为大嫂 又是气恼又是尴尬 雪白的脸蛋都战红了几个 周围一些路过的学生听到动静后 好奇地将目光望了过来 一些三两成群的学生 还在低声耳语着 也不知道在议论什么 许慕妍见状战红了脸 范建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和王浩然没什么的 不要叫我什么大嫂 他想纠正一下这个称呼 可范建却依旧嘻嘻哈哈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反正你肯定是我老大了 赶快从了我们老大吧 什么 我是你老大的 你别胡说了 以后不准叫我大嫂 许慕妍气得多了多久 大嫂大嫂大嫂 许慕妍不让叫 范建偏要叫 而且越喊越来劲 声音越大 引来的更多人看热闹 最后直接把许慕妍气的耳根都红了 把嘴闭上 你喝止了一下 范建瞬间停止嗶嗶 随后你朝着许慕妍走近了一些 到他面前一米处亭下 他要做什么 快道歉范建 虽然不懂老大为什么让许慕妍道歉 但出于小弟的觉悟 还是张牙舞爪的对着许慕妍强调了一点 不过这话刚一出口 范建的脑门就被拍了一下 老大你打我做什么 他一头雾水 我让你对许慕妍道歉 还有以后不要称呼他为大嫂 你说道 啊啊什么呀 快点道歉 范建老老实实对许慕妍鞠躬 对不起 许慕妍同学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乱叫了 你看像一脸错愕的许慕妍 这个大嫂的称呼 都是他们调侃起哄而已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以后不会让他们这么叫你 谁要含我打烂他的嘴 至于那些谣言说我喜欢你 一定要把你追到手这一点 我需要澄清一下 这是假的 毕竟现在高三学业为重 谈恋爱什么的我真的暂时没想法 你别想太多了 好了就这样 说完你头也不回地往教室走去 留下待置在原地的许慕妍 改变女主之一许慕妍 对宿主的观感好感度提升20 当前总好感度为时 普通熟人 宿主影响原剧情总向 获得反派点200 你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消息 对此你并未感到很惊讶 许慕妍此前之所以有些厌恶你 很大部分是因为那些绯闻 加上你的小弟呢 还总是拿着是调侃称呼 她为大嫂什么的 试想一下 人家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姑娘 脸皮肯定薄 毕竟想专注学习的 她当然会觉得很困扰 你本身暂时还没有对许慕妍 做过什么无理的事情 当王浩然将事情说清 获得了反派点 王浩然查看了一下 自己当前的面板属性 发现反派点有300了 再有200就能开启 系统所谓的商场了 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 要是有能够增加 战力值的东西就好了 你暗自期待着 按照主角一条三的 完全碾压的程度来看 战力值肯定是要远远 超过100这个平均数值的 而且剧情越往后 主角的战斗力肯定会越高 而你目前连平均值100都达不到 要是正面单挑完全不是对手 就在你暗自这么想着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教室里 有一双目光正打量自己 那目光深处透着一些仇恨 这道目光的主人 就是吊车尾的主角楚白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 多半就有着主角光环 为什么呢 因为网文主角四大姓 叶 灵 萧 楚 这可是排第四的姓 楚白那打量自己的仇恨眼神 你自然也能猜到原因 范健 范通和秦寿生 三人昨天放学 却堵了楚白的路 楚白肯定以为是自己指使的 不过事实上 这是那三个家伙自作主张的 但是你也不可能去解释 没这必要 你可是反派 天生就和主角势不两立 系统 给我查询一下 楚白的各项属性数据 你发出一道指示 查询需消耗100反派点 是否查询 是 你虽然从系统那里了解到一些原具性信息 不过这些信息很模糊很概括 都是线 作为反派的自己结局会有多惨 自己的亲属结局会有多惨 主角多么多么幸福等等 消耗反派点后 楚白的面板属性就出来了 主角 楚白 战力值 155 魅力值 100 这家伙在原剧情中 居然泡到了那么多漂亮妹子 显直不讲道理 而自己198的爆表魅力值 连一个妹子都没有 太过分了呀 155的战力值 倒是出众比平均值多了一半 原剧情中 靠着出众的战力值 楚白有过众多的英雄救美桥段 博取到漂亮妹子的方形 不过这一点 你真的想要吐槽一下 现今这和平社会 哪有这么多流氓 还总被楚白遇上 而且救美成功也就算了 那些妹子居然还因此喜欢上了楚白 这太扯了呀 这经济社会 长得帅和有钱才是王道啊 一个会打架的路人脸 凭啥因为一次英雄救美 就让妹子清新的 而我作为一个魅力值爆表的富二代 却被女主厌武 凭什么呀 系统 我花钱找人直接弄四楚白 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你心意横 打算直接一点 对方主角光环点数较高 以宿主您当前的反派光环点数 成功几率接近为零 靠 我就知道是这样 你内心吐槽着 非常不服气 于是道 成功几率接近零 那就是还是有很小的几率吧 我试试总可以吧 不建立宿主进行此类操作 主角光环护身 陷入巨大危机时 必定会触发机缘 主角不但会解决危机 还会变得更强大 这对宿主极为不利 主角光环也太牛批了吧 你很郁闷 请宿主不用沮丧 您可以通过掠夺主角机缘 和夺取女主身心等方式 不断削弱主角光环 提升反派光环点数后 再进行此类操作 看来只能一步步将机缘和妹子 抢过来了 粉碎对方的主角光环 不这么做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坚定自己的心念 在你和系统交流的时候 徐木炎也来到了教室 那楚白立马就不用眼珠子叮咛 大笑朝着徐木炎小跑过去 那楚白不知怎么搞的 把原本的固尔长发剔成了很短的半寸 这样的发型 颜值一般的人真厚不住 会把脸上的各种缺点凸显出来 路人脸的楚白 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他这么一大笑 看起来真的有点丑 不过看他笑得那么灿烂 面前又没镜子 自己肯定是没意识到 徐同学 你来了呀 现在离早课还有一会 我有好多学习上的问题 想要请教你一下 有空吗 楚白对徐木炎笑道 有的 身为学习委员 并且内心善良的徐木炎 班级上同学想要问他学习上的问题 他当然不会拒绝 来来 去你座位那边吧 我帮你拿书包 楚白十分热心 不用了吧 徐木炎摇头 要是没有你给我补课 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可能 从班级班级倒数前十 一下就窜到了班级中游了 帮你做点小事情 这是应该的 主要是你本来就很聪明 我说的基本都是 老师讲课中讲到的 如果你认真听课 成绩肯定会很好 不不 主要许同学太漂亮了 你讲的课我全部都能听进去 徐木炎被这么一夸 不仅有些害羞 楚白趁机伸手去拿徐木炎的书包 在拿书包的时候 还想装作无意摸一下徐木炎的手 不过没能得逞 你看着这一幕 不仅胆叹 不得不说 在比较稚嫩的年纪 拥有厚脸皮的男生追女生时 真的有很大帮助 这楚白就是如此 你知道 这楚白的学习成绩之所以能突飞猛进 完全就是因为透视 上次考试 完全是靠作弊罢 缠着徐木炎补习功课 只不过想要泡徐木炎 你看穿了这些 当然不可能熟视无睹 当楚白刚想在徐木炎的女童桌的作为作假时 你拿着一个习题本走了过来 直接问道 徐木炎 昨天数学老师布置的课后题目 你应该做了吧 做了 但不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 徐木炎不再讨厌你 对于你学习上的问题 自然是有问必答 我也写了一个答案 但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照讨论一下 好呀 徐木炎迫不及待地点头 徐同学 是我先来的 楚白阻止 就一会时间 等一下哈 徐木炎想先和你讨论数学体 这个数学问题非常难 超越了高中数学知识 是学霸的专属 非常有挑战性 整个班上估计也就你和徐木炎 会在课后去做这道数学体了 你提出要讨论一下 要说共同语言和话题 同为学霸的自己和徐木炎和拍多了 这一对俊朗美女频频目光相接 有说有笑的 走得竟知道两人是讨论学习问题 远了看不清楚情况 还以为两人谈情说爱 你故意把讨论的学习话题拉长 徐木炎沉静其中 不知不觉间忽略楚白的存在 再有一会就上早课了 王浩然 你故意跑过来和徐同学讨论问题 根本就是醉温之一不在酒 你讨论问题是假 真正的目的是想接近徐同学 想对徐同学意图不轨 你就是一个伪君子 楚白实在是忍不住 用呵斥的话语 直接打断两人的讨论 听到这话 你直接笑了 这家伙借补课为名借机 想要泡徐木炎 就理所当然 我效仿一下 就不行 你马要不要这么双标 楚白 你误会王浩然吧 徐木炎皱了皱眉 因为之前你已经明确说过了 要专注学习 对他没有那种想法 而且还警告了小弟 不要胡说八道 善良徐木炎 当然是选择相信你所说的 你解释道 别说这事不是做的 就算真是自己做的 自己也是这个回答 自己可是反派 反派回答目的都是不择手段 说谎更是家常便饭了 是男人的话 敢做就要敢认 楚白用激将法 他想要你承认这事 让徐木炎警惕你 以后和你保持距离 喂 你刚才的话 似乎没有说完整吧 犯贱他们三个赌你路是没错 但是被暴打的是他们三个 你可一点事都没有 你将矛头一转 那是我厉害 三个小别独子哪里是我的对手 楚白得意的冷哼一声 说起这个 他不免有些得意 楚白是个差生 经常逃课和社会青年打交道 发生冲突时 打架是常有的事情 一来二去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好本事 而且下手贼鸡而喊 你招手 把教室里面的范剑喊了过来 把帽子取下来 让徐木炎看一看 你被打成什么样了 范剑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听到这话后 也明白老大是要在徐木炎面前 告楚白的状 他立即取下帽子 展示自己鼻青脸肿的模样 徐木炎之前看到了范剑脸上有意样 此刻终于是明白原因了 于是醋没到 怎怎么被打成这样 我这还是算轻的 范通和禽兽声被打成更惨 我们跪地求饶都没用 楚白追着我们往死里 走 范剑揉了揉脸上的青肿 委屈无比 就差哭出声了 那是你们活该 楚白不以为意 虽然是范剑他们三个挑起的 你是防卫 但防卫也得有个度吧 你到 他们一没断手 二没断脚 感谢我手下留情才对 在楚白看来 这是他站里 怎么打范剑他们都不过分 徐木炎确实听得直皱眉 没几个女生会喜欢暴力 他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楚白沉浸在 暴打范剑的快意中 还没有注意到 徐木炎细微的表情变化 你倒是注意到了些细节 心中微微暗息 这时 范通和禽兽声也来到了教室 两人也像范剑那样 戴着帽子遮掩 头快低到了胸口 你趁热打铁 让两人不要遮遮掩掩 把帽子取下来 顿时两个猪头 都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范通和禽兽声 脸肿得都变形了 看似像被抽了无数个耳光 脸上一些皮肤都打烂了 那画面 简直触目惊心 徐木炎吓了一跳 都不忍去看了 怎么会打成这样 这下手也太狠了 你看见都惊讶了好一会 随后才对周围人道 递我看 这是双方都有错 我看这样 楚白向范剑他们三个道个歉 至于他们的医药费 我出了 这是就这么算吗 大家怎么看 可以 没问题 我同意 老大都开口了 范剑 范通和禽兽声 当然是无脑附和 这是能平息最好的 徐木炎一听 也赞同的点了点头 可主角会轻易向反派道歉吗 当然不可能 如果道歉了 他还是主角吗 果然 楚白十分硬气回应 呸 我给他们道个屁的歉 这不可能 楚白就说句对不起而已 徐木炎劝说 明明就是他们的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真是好笑 主角大多都是大男子主义 根本听不进劝说 楚白就是如此 谁劝都没用 连徐木炎的话都不好使 丁 宿主破坏主角楚白 和女主之一徐木炎的关系 影响原定剧情走向 获得反派点二百 丁 女主之一徐木炎 对楚白好感度到十 双方当前好感度为零 形同陌路 丁 楚白主角光环-20 宿主反派光环加20 居然真有效 听到系统连续三条提示消息 你暗暗一笑 被自己这么一引导 楚白和徐木炎的关系 已经变成陌路了 而徐木炎对自己 却有着实的好感度 相较之下 自己现在就处于有利位者 不过你当然也不会掉以轻心 毕竟楚白主角光环护体 没准很快就可以把 徐木炎的好感度刷回来 楚白的主角光环 才减二十 这还远远不够 你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面板的变化 宿主 王浩然 战力值 八十九 魅力值 一百九十八 反派光环 一百一十九 反派点 四百 技能 五 之前九十九的反派光环 变成了一百一十九 成长了一丢丢 而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总共获得过 五百反派点 不过查询楚白信息的时候 消耗一百 因此只剩下四百 还是不够开启系统商场 要再接再利 课间 你把三个小弟 叫到角落里谈话 老大 昨天是我们大夜了 以前只听说过他能打 可没想到那么能打 该死的 老大 今天放学 我再叫一些兄弟 一定将楚白揍成猪头 饭通和禽兽声 都恨恨说道 都住嘴 你呵斥一声 饭通和禽兽声道 那难道就这样算了 饭通问道 当然不可能 你冷笑 原来老大已经有对付楚白法子了 哎呦 禽兽声一笑 牵动脸上的伤 直疼得字牙咧嘴的 这是还得靠你们 你道 老大 你吩咐 三个小弟一副愿意赴汤蹈火的架势 你们去告诉老师 说被楚白打了 你悠然道 是 老大我们马上啊 老大你说什么 告诉老师 饭通立即强化灵命 不过话说到一半 遗失到不对劲 顿时惊呆了 饭通和禽兽声也傻愣住 你虽然是学霸间校草 但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校霸 饭通 饭剑和禽兽声 是你坐下的三大小弟 借此几乎是可以在学校里横着走 他们很要面子的 虽然被打了 但是也不会选择告老师 或者家长这么没骨气的操作 而且老大自己都不要面子嘛 作为校霸 解决矛盾的方式 不用拳头和暴力 居然要去告老师 丢人啊 你对三个猛逼的小弟说道 怎么了 都看什么看 同学之间因为一些不愉快 发生了打架事件 告诉老师来解决 这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你们难不成以为 我会叫社会人去砍他 拜托 老子是富家子弟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品学兼优 是学习成绩全校前十的三好学生 又不是什么黑色混 饭剑 饭通和禽兽声三人对视野 一个字都反驳不了 这话没毛病 于是三个鼻青脸肿的小弟 结伴走进了德育处 政教处的办公室 当上课铃声刚响 楚白就被德育处 凶神恶煞的副主任给叫走了 后脚 一个踩着高跟鞋 带着眼睛的高颜值美女 出现在教室 她叫宋真宇 24岁 是班主任兼英语老师 虽然她很年轻 但脾气火爆 教学能力也非常优秀 把班级上学生制得死死了 当她点名发现 班级少了四个人缺席早课 顿时有些恼火 现在可是高三 时间紧迫 居然缺席早课 这简直不可原谅 班级上的学生们 隐隐都能看到这美女老师 头上冒出的火 不过发火归发火 宋真宇依旧还是美的根话一样 美女就是美女 发火都养眼 你在心中这般感叹 不过很快就冒出一个念头 这宋老师不会也是女主之一吧 拥有透视异能的主角 并且还是学生 按照套路 一个美女老师的女主算是标配 你很想让系统查探 实陈一下 不过消耗100反派点 实在让人心疼 想了想 还是算了 现在只有400反派点 还是满500开启系统商城再说 反正也不急于一时 楚白 范剑 范通和禽兽生 谁知道他们四个为什么没来 宋真宇对学生们询问 作为班主任 他对于每个位置是谁的 自然门清 一看就知道了 宋老师 楚白把范剑 范通和禽兽生暴打了一对 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都快不成人形了 刚得玉处的副主任过来 把他们四人全叫走了 你站起声报告 点了一把火 什么 打架 宋真宇一听 火气更大了 那高分贝的声音 猴得学生们一阵耳鸣了 你们自喜 你管一下纪律 说完 宋真宇怒火冲冲离开了教室 用脚趾投降 都知道他是去德育处了 叮 小弟被打 宿主选择告诉老师 略微改变原剧情走向 获得200反派点 叮 宿主当前反派点超过500 系统商场自动开启 宋真宇刚一离开 你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消息 这一点算是在你的预料之内 小弟被打 你只是小弟把这事告诉老师 这直接脱离了反派的常规套路 不改变剧情才有鬼乐 200反派点 他美滋滋地收下了 脑海中 除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属性面板外 还多了一个系统商城的界面 可商城中并没有显示商品 只有一个抽奖的选项 我现在600反派点 都能换什么东西 都给我显示出来 你直接询问系统 回宿主 600反派点无法兑换任何物品 商城物品最便宜的需要1000反派点 建议宿主选择抽奖 每次抽奖只需花费500反派点 很快就有结果了 恭喜宿主运气爆棚 抽到价值1500反派点 桃花眼 是否立即使用 从字面意思上 很容易理解这是什么 男人有桃花眼 容易勾女人 这是好东西啊 你当然是选择立即使用 只是使用后 你拿出手机自拍 偷偷看了看自己的眼睛 发现并没有丝毫变化 不过你发现自己的面板属性的魅力值一想 却是从原本的198 变成了268 这增加的这70点魅力值 应该是因为桃花眼 事实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你内心冒出这个想法 于是借着讨论之前 没有讨论完的数学问题为了 起身去和许慕妍的女童桌换了位置 和许慕妍继续讨论数学问题 你明显的感觉到 许慕妍看自己次数变多了 甚至目光望着自己的时候 久久不离开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你故意问道 没有 只是觉得你的眼睛好好看了 许慕妍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话 这话一出口 许慕妍脸都红了 赶紧将目光移开 那青春少女娇羞样 简直不要太动人 丁 女主之一许慕妍 对宿主的好感度加时 当前好感度为二十 非常友善 丁 楚白主角光环复时 宿主反派光环加时 看来这桃花眼还挺实用的 不错不错 再看看属性面板 也出现了变化 宿主 王浩然 战力值 八十九 魅力值 二百六十八 反派光环 一百二十九 反派点 一百 技能 五 下早课后 楚白等四人还是不见回来 你直接往德玉处看热闹去了 刚才德玉处门口 就听到一片争执声 显然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解决方式 一直在僵持不下 你大大方方的 直接站到门口看 德玉处的副主任 见到有学生过来看热闹 刚想吃退 不过桥剑是你后 立马将话吞了下去 这就是反派的优势了 在学校吃得开 除了主角一戏的人 其他人全都会给你面子 毕竟你的家世和学习成绩摆在哪 打架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的原因 是这样的 范剑等人说因为看楚白不顺眼 所以放学拦路 双方才打了起来 在宋真宇和德玉处副主任看来 双方都有错 范剑等人的错 在于是他们先挑的事 楚白的错 是轻松打翻了范剑三人后 还要抽他们几十个大嘴巴子 把三个打得鼻青脸肿的 双方都错 可为什么不全部处分呢 因为范剑等三人提出要报警处理 这自然是你受益的 范剑等三人先动手 楚白是防卫 但楚白下手太狠了 已经属于防卫过档了 报警理由充足 可这样的局面 学校方肯定是一百个不愿意 因为一旦报警了 那事情就扩大化了 学校的名声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德玉处副主任和宋真宇只能选择 调和楚白和范剑等三人的矛盾 调和之下 范剑等三人也退步 就说让他们把回楚白一个耳光 然后事情就算了 不过楚白怎么可能会答应 哪个主角不投帖 所以他宁愿让范剑等人报警处理 学校方当然不乐意 这不就僵住了 于是威胁起来 严副主任这样做的话 楚白的前途就全部毁 不能这么做啊 宋真宇立马出言反对 你在门口默默观察 宋老师脾气非常火爆 刚才那架势 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但现在满脸关切 这么爱护学生 很善良啊 宋老师这性格 怎么看都像是女主之一 宋老师 机会我已经给他了 是他自己这样 怪不得我了 严赞心意已决 他刚才好说歹说的 费了几十分钟的时间 可楚白偏偏不识抬举 此刻他已经失去了耐心 也不听宋真宇的劝努 宋真宇只是一个 刚来学校两三年而已 资历不深 也没有后台 严赞根本就不用在意他的看 更何况 自己也是为了学校方的利益 哪怕学校高层知道 也会赞同自己的做法 这么简单 就把他整废了 你心中有些难以置信 如果楚白真的被开除出销 那么和许慕言 宋真宇的接触机会 就基本没有了 也就没什么可能 拿下这两女主了 这样一来 他的主角光环 必然会大大下降 而自己的反派光环 就会暴增 楚白可不就是废了吗 可是你很快就忘见 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头 静止朝着德育处这边走来 你认得 这是校长 这校长突然跑着来做什么 你有些疑惑 平时这校长 基本看不到人的 大多事物都是几个副校长处理的 在学校里 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认识他 突然出现在这里 实在有些奇怪 会不会 你忽然有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你冒出这个想法后 就立即迎了上去 很礼貌和校长打招呼 老校长欣然回忆微笑 态度很有善 你是学生里面的风云人物 老校长是知道你的 校长 您来这里德育处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有我可以孝劳 你应勤道 没什么事 我随便走走 老校长笑着摆了白手 随即朝着德育处的办公室走去 希望真没什么事吧 你暗自祈祷 不过 这念头刚冒出 你听到进入办公室的老校长 发出一道小伙子 你怎么在这里 的惊讶声 老爷爷 是你 你怎么在这 楚白的声音传来 你一拍额头 郁闷无比 你说着老校长平时都不见人影 莫名其妙 往德育处走了一遭 居然还认识楚白 你辛苦构建对楚白不利的局面 一下子就要让楚白翻盘了 这主角光环简直不讲道理 你耐着性子听下去 通过老校长和楚白的对话得知 两人之所以认识 是因为老校长被小贼抢钱包 楚白建议勇为 接下来的套路 你都能猜到了 老校长坚定地认可楚白的人体 看似公正处理 实则是为楚白说话 用老辣的智慧和经验 不断开导范建等人 范建等人脑子本来就不好使 当然是被牵着鼻子走了 几乎要把你的主妇抛住脑后 三人眼看着就要松口 把打人的事情就此作罢 就这样原谅楚白 你可不会眼睁睁看着楚白 就这样轻易脱身 快速思索了一下 立即编辑了一条消息 给范建发了过去 消息的内容 是让范建等人改变计划 放弃报警处理 而是选择私疗 让楚白赔偿偿医药费 楚白所赔偿的医药费美元一万 加起来就是三万 除此之外 楚白和范建等四人寄过 要在学校通报批评 并且先回过书 如果再发生打架事件 直接开除学籍 四人先后走出得欲处 朝教室而去 你在楼梯口等着 三个小弟瞧见 立即跑过去你一句我一句询问 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你毫不吝啬地夸了一句他们 这三个小弟脑子不好使 事情没办法 你已经知足了 当然该夸一下 当然 除了夸 还有讲 你直接用手机给三人各赚了五万 他们都还是高中生 家里经济情况一般 平时零花钱一个月也就一千不到 突然得了五万 这简直就是巨款 哪能不开心 他们马屁顿时拍个不停 连脸上的痛都暂时忽略了 这时楚白经过楼梯口 他用那冰冷戴着恨意的眼神 盯着你 三万赔偿金 这会让他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相比起范建三人 他更恨你 他坚定不移地认为 范建等人堵路 就是你指使的 如果范建等人不堵路 那么自己就不会报答他们 也不会赔偿三万医药费了 这一切的一切 全怪你 楚白在心中打定主意 以后一定要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当然 他现在自然不会轻举妄动 因为楚白知道 自己现在没办法你正面冲动 毕竟你家里太有钱了 这社会 有钱就是大爷 有钱就有人卖 不过楚白相信 自己以后肯定能对付你们 甚至是碾压王家 将其狠狠地踩在脚底 自己拥有透视一门 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因为楚白和范建等人的事情 班主任宋真宇临时 召开了一个短短的关会 批评楚白和范建等人的同时 还仅是其他同学 千万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课间休息 你闲得无聊 拿了一个篮球 可几个男同学在外面走廊打球 你的篮球技术一般 不过长得太帅了 加上又有桃花眼的加持 魅力之爆表 随便一个动作 就引得周围的妹纸心发怒发 拍手叫好 几个心理素质差点 激动的都快晕过久 一堆妹纸围观 其中还有好些个长得不错的 跟个花痴似的看着自己 虽然没有女主许慕颜那么完美 但也是一等一的青春美上的 你可以确定 只要自己勾一勾手指 就能轻易泡到他们任何一位 甚至今晚拉去拳雷打都没什么问题 这感觉很爽有木有 不过这才爽了一回 你就听到小弟过来偷偷报告 说许慕颜叫楚白在楼梯间谈话 你当时没有耍帅的性质了 那些围观的女生呢 也是异性阑珊起来 你直接朝着楼梯间走去 很快就听到了 许慕颜和楚白谈话的声音 听你的意思 是不打算把这事告诉你家长吗 我家里要是知道我在打架 这其实没什么 反正我打架又不是第一次 不过要是知道要赔三万一疗费 我肯定会被暴打一顿的 我爸太凶了 楚白眼神多闪 撒气恍爱 自尊心很敏感的他 不愿意让自己喜欢的女生 知道自己家里很穷 连三万块都很难拿出来 那三万一要费可不是小数目 我可以帮忙的 楚白要赔偿三万医疗费的时候 内心十分善良的他 想帮助一下楚白 哪怕是许慕颜对楚白的胆观 只是陌路而已 他还是想帮助楚白 你听到这里 简直无语 这尼玛主角光环也太强悍了吧 许慕颜对楚白的好感度都为零了 居然还主动找楚白 说要帮助他 看来不把主角往死离者 楚白迟早会一步步刷满许慕颜的好感度 到那时候 自己估计离家破人亡也不远了 不用 我自己有办法解决的 楚白道 真真的吗 许慕颜有些不幸 真的 我自己有不少私房钱 都是平时过年过生日收的 我可以搞定的 楚白再度撒起了谎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却不躲赏了 显得信心十足 听到这里 你忽然心神一动 嘴角露出一丝笑语 这家伙是想用透视去捣钱 此时 你也出现在了楚白和许慕颜的视野中 许慕颜 你们在聊什么呢 你装作偶遇的样子 楚白不是要赔偿医疗费吗 我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许慕颜醋了醋美 对楚白说道 看来你对我误会很深啊 你感叹了一下 慢悠悠地问道 你认为犯贱他们堵路 是因为我嫉妒你和许慕颜走得太紧 所以才叫他们教训你 难道不是吗 楚白反问 呵呵你忍不住笑了 我请想问你一下 你没点比得过我 长相 学习 还是家世 我们两个如果一起追求许慕颜 你难不成觉得你还能追得过我 你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会嫉妒你 你楚白被呛的说不话来 因为对方说的是事实 看你的这样 肯定是觉得我说的话是对的 那么既然如此 我为什么要找人打你呢 你问道 楚白仗红了脸 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听 诉主成功打击主角楚白的自信心 楚白主角光环点数复识 诉主反派光环点数加识 这也行 突然起来的系统提示消息 让你惊喜了一下 原本你只是想损一损楚白 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楚白脸色难看 你暂时也懒得理会他了 看向一旁的许慕颜 许慕颜因为你的话 神色有些异样 许慕颜 刚才我只是做一种假设 你别想多了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了 还有一百天不到就要高考了 我只想专注学习 暂时没有心思考虑谈情说爱的事 而且我们学校的笑话 又不止你一个 即便要谈情说爱 我也不会找同伴的 毕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更重要的是 我对你真没那种感觉 你不愿许慕颜疏远自己 所以说了一番谎话 想要稳住许慕颜 拥有反派光环的你 说谎算是自带的天赋 欺骗十八岁的女生 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许慕颜一听 没有怎么怀疑 只是许慕颜看着你也不说话 撅着个嘴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宿主让女主之一 许慕颜产生吃醋的情绪 获得反派点二百 楚白主角光环复食 宿主反派光环夹食 突如其来的提示消息 让你又是一阵感到惊喜 没想到自己那一番话 居然还会有这种效果 许慕颜居然吃醋了 不过想想也很合理 她长得这么漂亮 本班的校草却当着她说 别班的女生更香 许慕颜当然吃醋了 不过她会吃这种醋 倒不是说喜欢你 完全是出于一个女生的自然反应 女生嘛 天性就爱互相比较 这一趟收获不小 你赶紧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王浩然 战力值 八十九 魅力值 二百六十八 反派光环 一百四十九 反派点 三百 技能 五 你记得自己的反派光环出十点数九十九 短短的时间里就加了五十了 这速度还不错 你心情大好 午休时间 教室里 有疲累的学生们 靠在课桌上小气 有三两成群的在低声私语 当然还有勤劳刻苦的学生 在努力学习 不过有的是装的 比如楚白 她手里拿着书 不过却心不在焉的 目光时不时的总王许慕颜那边描决 此刻许慕颜在专心作题 楚白也不好打扰 等了好一会 许慕颜放下笔 似乎进入闲暇时间了 楚白一乐 赶紧起身 想装作去问题 这个字眼 倒不是你不礼貌 而是你不记得这女同桌的全名吗 只知道叫温什么 原剧情王浩然这个反派 原本的人设事 除了许慕颜外 对其他女生都不放在眼里 不知道许慕颜同桌的名字 太正常了 因此你穿越过来吸收记忆后 自然也不清楚许慕颜同桌的名字 不过说实在的 许慕颜这个女同桌 其实挺漂亮的 也是一个美女 如果用100分来打分的话 许慕颜有95分 她同桌能有90分 听到你的声音 浮岸学习的女生 微微抬头 就望见一个俊朗的男生面孔 这男生的眼神 让女生心跳都猛地加速起来 女生害怕被看出一样 又很快地垂下头 我我叫温静 声音中夹杂着失落的情绪 一边说着 温静立即拿起自己的要用到的课 给你腾位置 温静是吗 我记住了 你礼貌地回答了一句 然后连看都没看温静了 虽然这温静很漂亮 是个一等一美女 但不是女主的话 你没什么兴趣去大理 又不能刷反派底 不过你不知道的是 这简单的一句话 温静听在耳里 感觉像是吃了蜜一样甜 接着 她欢欢喜喜地跑去你的座位 如往常那般 整理你书桌上放乱的书本 欣赏着你习题本上整洁的自己 扶在书桌上 小心翼翼地绣着那一丝淡淡残留的 属于你的气息 温静有些迷醉 就在温静沉静其中的时候 却旁边一道讨厌的声音给打乱 温静同学 这道数学题我不会做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温静转头 看到一个圆乎乎的男生脸庞 这男生叫陈子诗 是个大胖子 长相平平 学习成绩也不好 温静不太想理会陈子诗 只把解题方式写了一遍 然后交给陈子诗自己去理解 接着丢下一句 我要学习了 陈子诗也不好意思继续问问题 时序地走开了 她失落地回到了座位上 胖子 你喜欢她呀 同周楚白调侃的问道 哪有 你别胡说 陈子诗当即否认 别装了 我都看出来了 你可得保密 不要给我到处乱说 放心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喜欢许慕岩 咱们扯平了 看来我们同病相怜了 陈子诗敢看 我和你才不一样 我迟早把许慕岩追到手 她迟早是我的女人 楚白信心满满 你看王浩然和许慕岩总 一起讨论学习问题 还有说有笑的 没准他们就擦出爱的火花了 哪有你什么事情了 陈子诗往远处座位上的 俊男美女偏了一眼 那王浩然就一个 敢做不敢当的混蛋 我迟早揭穿她的真面目 到时候许慕岩里她才怪 楚白恨声道 王浩然确实挺讨厌的 总要温静让座位 打人她学习 你加油 把许慕岩追到手 看好你 陈子诗也非常不爽 借你吉安吧 要是许慕岩成了我女朋友 我一定让她帮你在温静面前说好话 以他们俩的关系 到时候你也有希望能追到温静了 楚白拍了拍陈子诗的肩膀 好兄弟 这可是你说的 记住了 陈子诗顿时激动起来 对楚白好感大增 男人的友情 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快 许慕岩和温静不但是同桌 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校园常常形影不离 许慕岩的话 在温静那里可以相当有分量的 你要赔偿饭贱 饭桶和禽兽生那三个傻叉三万一要费 这数目可不小 你家长知道肯定会很生气吧 你想好怎么说没有 陈子诗和楚白的关系拉近了 顿时也是关心起楚白的麻烦 明天放假 我自己有办法搞定的 楚白低声道 你不会打算去抢吧 陈子诗很惊讶 他记得楚白的家庭条件很差的 当然不是 我是打算去赢 楚白神神秘密的道 赌博呀 这太不靠谱了 你没听说十读九书吗 十读九书 那不还有一赢吗 我就是那十分之一 而且有绝对的把握 只是本金还不太够 楚白说着 目光瞄了瞄陈子诗 忽然问道 你有没有钱 借我一点 有一千 我去 你这么富裕啊 什么呀 我家庭条件很一般的 这是我省吃俭用大半年的财存的 打算等温静这个月过生日 买个好礼物送给他 你把钱借给我印印记 我一定在温静生日前把钱还你 这好吧 那你可一定要准时还我 放心 到时候一定还你 我要还不了 把头砍下去给你当邓子总 楚白信誓旦旦 一天的课程终于结束了 校门口 学生们陆续回家 回家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有骑自行车的 有坐公交车的 还有专车接送的 一辆库里男亭在校门口 十分的扎眼 你在茫茫多男生们羡慕极度和 女生的爱慕迷恋的目光中 钻进了库里男女 少爷 是直接回家吗 40岁左右的男司机 恭敬地询问 先去最近的私家侦探社 你到 司机惊讶了一下 但却没有问什么 直接发动车子 不该问的 就不要问 他在王家了 差不多当了10年的司机了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不一会儿 库里男停在一家 不大不小的侦探社门口 你独自走进了侦探社 找到相关负责人 将一份简单的资料递出 这份资料当然是关于楚白的 上面有照片和家庭住址 照片是你找小弟调查的 家庭住址则是从学生登记资料上抄来的 跟踪楚白 实时报告他的踪迹 这就是你的要求 起初 侦探社的人不接 理由是 他们是正规侦探社 不会什么狗仔 不过当你直接说出三倍价 对方立马就变脸了 接下了单子 所谓三倍价 其实也就三万块而已 这对于富二代身份的你来说 就是毛毛雨 留下手机号码后 那味道 很难挑出毛病 几个庸人厚在一旁 但凡你有任何生活方面的需要 他们就会立刻着手去办 你胆态不已 你前世就一穷光蛋 这种富贵少爷的生活 简直就是梦中的奢望 而现在 这梦中的奢望居然成了现实 便宜爸妈并没有在家 不过这样也好 你暂时还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这便宜爸妈 毕竟你前世是个孤儿 穿越过来后 直接就是现在了 可他们真没有什么情感 那便宜父亲是大老板 要打理王家的各种产业 每天忙得很 一两个月见不到 那都是常有的事情 而便宜母亲是富家出身的名媛 还拥有一家公司 每天也很忙 一些得来不易的闲暇时间 还要去高级美容院做保养 记忆中 你和这便宜父母相处的机会 真的少得可怜 作为父母的他们 感到很歉疚 为了弥补这份过失 因此对孩子无条件的溺爱 只要是孩子想得到的 他们一定会满足 在原剧情中 你本来是自己和主角斗 结果弄到后面 整个王家甚至连同母亲的娘家 都在一起和主角斗 就是因为这份毫无保留的溺爱 不过说起来 反派富二代受家庭长辈溺爱 这不都是常规套路吗 试想一下 反派富二代要迫害主角 结果家长来了一句 你这逆子 这种坏事怎么能做 快住嘴 再说一句 我没你这儿子 如果是这样 那剧情还怎么进行下去 次日 坐着库里男在外溜达的女 收到侦探社那边发来储白 进了一家地下赌场的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王浩然 并没有感到意外 博览众多网闻的都知道 拥有透视异能的主角 要尽快保钱 一般都是用两种办法 一种是赌石 第二种就是赌钱了 清零是没有赌石场 要赌石的话 一般只能远去外地 这太麻烦了 王浩然直接让司机 往地下赌场回去 约莫十五分钟后 你到达了目的地 按照时间来算 储白已经赌了一小会了 不过你并不着急 储白家里条件差 本金肯定很有限 在本金少的情况下 要赢三万块钱 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 再者 储白作为主角 不说聪明绝顶 但肯定不是笨蛋 即便能在短时间内赢三烂 他也不会那么做 因为这太引人注意了 你进了地下赌场 换筹码的窗口 一个穿着火爆的年轻女郎问 帅哥 请问您要换多少筹码 五十万 五五十万 您确定吗 年轻女郎顿时愣着 这地下赌场的规模并不大 一次换五万筹码的赌客 都能算是大客户了 一下子换五十万赌客 他还是第一次见 刷卡吧 密码六个六 你也不废话 直接将卡递了出去 年轻女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操作起来 刷卡成功 真行 年轻女郎大喜 让同事接替自己窗口的工作 自己则是走了出来 热情的接待你 一下换五十万筹码 这可是超级大客户 而且看你的穿着 估摸着一个初来乍到的附加公子 这是大肥羊啊 帅哥 你想玩什么 我可以为您介绍 年轻女郎热情似火 跟没骨头似的 整个身体都要往王浩然靠 不过还没碰到 你就平移了一步 那眼神中 明显带着嫌弃 年轻女郎尴尬了一下 重新站直身体 我不喜欢你们这里的玩法 我想按我的方式来赌 五十万筹码 一把订书赢 王浩然道 帅哥 我们这里小地方 玩这么大 我看这里没有赌客会接 年轻女郎愣然道 你可以去问问你们老板 看他有没有兴趣 年轻女郎立马去传话 几分钟后 他再次回来 将你请到一个单独的赌牌房间中 赌桌旁坐着一个 留着落腮虎的男子 左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朋友 我接了 你说怎么赌 刀疤男子迷眼看着 你让人拿了一副新扑克果 炸金花吧 不过一人只发一张牌 谁的牌大就算谁赢 这样的方式 如果在不作弊的情况下 完全就是拼运气 刀疤男子深深地看了你一眼 犹豫了好一会 才说了个好字 洗好牌后 你和刀疤男子各抽了一张牌 你气定神仙 也不急着看牌 那刀疤汉子脸上镇定 但内心其实挺紧张的 他开赌场挺多年的 也和人赌过不少 但还是头一次 一把玩这么大 刀疤汉子小心翼翼地开牌 当看到了十一个红心的后 差点开心地从座位上跳起来 你如果要赢 除非你的牌是黑桃 不过这种几率太小太小了 轮到你开牌了 我不相信你的牌是黑桃 刀疤汉子的 你揭开牌的一角看了一眼 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 你没有想到 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 可惜的是 自己并不是来赢钱的 看来我的运气差了点 你赢了 你也不翻开底牌 装作生气地将牌 丢进了那一整幅扑克牌中 一下输了五十万 你也不心疼 反正都是零花钱 现在卡里还剩三十多万 要是用完了 直接给他便宜爸妈打个电话 不出片刻 又有一百万零花钱到账 对面 那刀疤汉子终于是完全松了口气 同时也因为一下赚了五十万而欣喜 朋友 你玩这么大 刚才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千 是来砸场的 我可不是老千 不过我刚才倒是看到 有一个老千进了你的厂子 你见对方这么说 将话头一接 转入正题 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输五十万 只是为了刷一个脸书好感 这么一来 说话也就方便了 我厂子的规矩 谁敢出签 就砍掉一只手 你说那老千是谁 我抓出来了 绝对饶不了 刀疤男子杀气腾腾的 你们这里应该有监控吗 当然 这是必备的 那方便带下路吗 很快 刀疤男子就带着 来打了一个监控室 监控室中有几十个赌场 高清画面 能观察到每个赌桌 也能看到所有的赌客 只要有赌局进行 监控画面都有人专门盯着 必来为了防止有人闹事 二来就是防备有人出签 拍场子的 名誉很重要 极度排斥老千这种存在 就是他 你在监控画面中 找到了楚白的身影 他正在一个压大小的赌桌上玩 回看一下监控画面 是不是有的对劲 刀疤男子分足一声 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将画面一帧一帧地查看 不过并没有发现 有出签的痕迹 朋友 你说的这人没有问题啊 刀疤男子就没到 这是一个顶级老千的青传弟子 他出签的手法太高明了 就算你在他旁边 仔细盯着看 都看不出来 更别提是看监控画面了 你忽悠了起来 你可以让人查一下 这人进来后的本金是多少 现在赢了多少 你给了一个建议 刀疤男子让人立即去查了一下 很快就有消息来了 楚白来的时候 换了一千二的筹码 在五个赌桌上玩过 不过一直在玩牙大小 目前大概玩了十九把 战绩为十胜九负 这数据很正常 楚白为了不引人注意 的确挺小心谨慎的 不过有些事情 小心也没用 藏不了 他赢了一万六 平庸的战绩 却赢了这么多钱 显然是赢大的 输小的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刀疤男子精明 赌运这种事情 很奇妙 有的赌客有时候是运气爆跑 各种赢钱 这种情况 刀疤男子也不是没见过 运气是好 而且我猜 他的运气还会一直好下去 直到他赢的钱 至少超过三万为止 你漫不经心的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刀疤男子一货起来 听说很多老千为了规避风险 都会给自己定规矩 而他的规矩 我刚巧知道 你注意到刀疤男子的眉头 越拧越紧 也知道差不多了 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时间 继续道 我上次在别的场子玩 恰巧知道了那老千 今天在这里看到 所以顺口提了一句 其实这和我没办毛钱关系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下次我再来玩 说完后 你也不理会刀疤男子的追问 直接离开了赌场 你离开后 刀疤男子让人冰着楚白 果然 如你所说的 楚白的运气真的很好 筹码在不断增长 直到赢了大概三万五的时候 终于收手了 果然是个老千 门口呢 给我拦住那个穿着白色T恤 留着寸头的小崽子 刀疤男子在对讲机中 对小弟下达之力 换筹码的窗口处 楚白脸色红润 有些难以压抑内心的激动 他刚才点算了筹码 知道自己赢了三万五 这么一来 医药费的事情就能解决了 而且剩下几千块零花钱 其实楚白还想多赢一点 不过小心谨慎的他 生怕被有新人注意到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 出场甜头的他 也没打算继续收手 他已经做好打算 换一个场子继续薅羊毛 拥有透视异能的他 赌场就是他的提款机 发家致富简直不要太轻松 不完了 给我全部换成现金 楚白将筹码交到女郎的手中 不过那女郎还没来得及点算数目 后背七八个神色不善的青年 就围拢了过来 刀疤男子也走了过来 阴沉的道 小子 敢在我丧坤的场子出千 你活腻了是吧 我出千 我怎么出的千 你倒是给我指出来啊 楚白有些心虚 但还是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虽然他的却算是出千了 但根本找不出证据 证明不了他出千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刀疤男子叮了楚白一眼 对小弟呼和一声 先把他给我抓起来绑了 去你妈的 楚白也站立直不入 更是个狠角色 没事吧 一群小弟将丧坤拉起来 丧坤捂着坤坤 疼得呲牙咧嘴呢 他万万没想到 一个看着二十岁不到的小子 下手居然这么阴狠 追啊 快去追 把人追回来 丧坤对着小弟们大吼 光是出千这一点 丧坤就至少要砍掉楚白一只手 现在加上背影 丧坤至少要对方再多加一条腿 场子外面接到角落 你坐在库里南中 看到场子门口有一人逃窜出来 那狼狈的模样 可不就是楚白吗 在他背后 七八个青年喊打喊杀的 追逃之间 这些人很快就消息在了视野中 大概过了五分钟后 那七八个青年空手而归 显然 楚白成功逃脱了 对于这结果 你也觉得很正常 那楚白主角光环虽然减弱了许多 但依旧还是主角 又怎么可能会被轻易抓到 丁 宿主成功阻止主角楚白赚取第一桶金 楚白主角光环-20 宿主反派光环-20 并获得200反派点 忙活了一反 还花了50万 果然还是有收获的 你开心的查看了一下面板 宿主王浩然 战力值89 魅力值268 反派光环-169 反派点500 技能-5 500反派点刚好可以抽一次奖 不过你想了想 还是忍住了 500反派点抽完直接就是0吗 要是遇到疑似女主 或者其他重要配角的时候 就没有反派点查看信息了 多存几百在抽奖 剩余的一天过假期 你时时关注着楚白的动向 那楚白从丧坤的赌场逃了之后 因为丧坤向同行发了消息 因此楚白也没胆继续往 其他赌场去薅羊毛 周一正常上课 你吹着口哨来到教室 一打开书桌 发现里面满满都是信封 拆开几封看了看 发现上面全是女生 对自己的告白情书 这就是笑草的烦恼了 不过看情书的感觉 还真的是挺爽的 每个写情书的女生 都穷尽爱意 都用着各种词早来表明心急 想要博取自己的回应 你虽然看得挺爽的 可看了一番下来 几乎没记住一个女生 倒是其中有一封 并没有蜀名的情书 让印象深一些 而且那自己 让你觉得有点眼熟 不过你也没有追根跑的 看完为蜀名的情书后 就直接丢回课桌里 另一边 楚白也来上课了 只是他的脸色非常不好 一看就知道有心事了 陈子诗将楚白叫到一旁谈话 你这两天假期 赢钱了吗 陈子诗有些咯噔的问道 本来赢了三万多 但出了一点意外 全全没了 楚白皱着脸道 你不是吹牛说必赢的吗 怎么就输了呢 那一千块什么时候能还我 这个月底我还要送温敬礼物呢 陈子诗顿时有些急了 你别生气 离温敬过生日不是还有段时间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还你的 楚白安慰道 最好是这样 陈子诗非常不悦 男人的感情虽然来得快 但是同样的 因为女人也很容易出现矛盾 陈子诗对温敬痴迷不已 用大半年时间存了一千块 有时候甚至是饿肚子不吃饭 瘦了这么多嘴 就是为了给温敬买个像样的礼物 这要是因为楚白的原因 让这一切泡汤了 可想而知陈子诗会有多生气和抓跑吗 王哥 楚白和陈子诗差点吵了起来 你让人注意楚白的动作 亦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就立马告诉自己 因此 在楚白和陈子诗谈话后 就立即有人过来打小报告 他们都说些什么了 你问道 小弟将两人谈话的内容 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 楚白那一千二的本金 其中有一千居然还是找陈子诗借的 这两人关系还挺不错嘛 那么这陈子诗 很可能就是主角阵营的配角吧 你暗自猜测着 按照都市小说的套路 很多主角都有一个胖子思想 那陈子诗的外形实在太符合了 系统 查询一下陈子诗的资料 查询需消耗100反派值 是否查询 是 界面很快就出现了 重要配角 陈子诗 主角阵营 战力值 69 魅力值 57 配角光环 5 技能 5 果然是这样 你确定下来 随即询问道 系统归属主角阵营的重要配角 我要是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获得反派点数和光环点数 回宿主 此类操作会影响原剧情 可以获得反派点和光环点数奖励 明白了 你暗自点头 接着就开始思索起来 陈子诗目前正和楚白有了一点矛盾 而那关键点 就是温静 那么 可以从此处着手 只是 该怎么做呢 温静 就在你想起他的时候 忽然有些惊觉 拿起之前那封未属明的情书 嘴角顿时勾勒出一丝笑 难怪会觉得这自己演出 这是温静的自己 温静在书桌上 总贴着一些学习用的小便签 上面有温静的自己 你和温静常换作为 当然会看见了 暗恋我吗 这就好办了